这是广州东站 我们看看今天这个车站人多不多 但我觉得今天怎么出租车这么多啊 你看一直排到那边了 这边是近站的地方 今天好像人一般啊 不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啊 因为感觉应该 应该那个什么了嘛 应该都回家 因为离过年只有两周时间了 但是有一些这种过年的回家的感觉了是吧 不知道那个 那叫赶火车 这边是近站的地方 有段时间需要试着8小时的核酸啊 但是 现在不需要了 已经成为历史了 我们过来安检啊 我们到后车室看一看吧 因为今天不是坐火车啊 不知道能不能到后车室 哦 后车室在二楼啊 哦 后车室在二楼啊 后车室在二楼啊 二楼三楼 哦 那边好像也有后车室啊 我们上楼上看看也行吧 那楼上好像 好像很暖和一些 广州东站好像一只人也不多啊的感觉 这个站还是比较大的啊 这个站 现在 建的比较大 但是 油量好像 好像皮子没那么大 不知道什么原因 感觉有点 有点浪费的感觉啊 这么大的站也看不到多少人啊 哦 这边应该我们进不去了啊 应该在这要 应该是要刷成这儿吧 嗯 那进不去我们就出去呗 有些人了啊 以前前段时间根本都看不到人 但是 还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啊 那边有休息的人 嗯 这个还是做好防护啊 他们好像还是 都带着一些防护的 因为最近确实是 最 最最最最严的 传染最最多的时候 应该已经过去了 这出来就是 二楼这个 近战大厅啊 提个筒还是我觉得也是挺方便啊 就他们老说这边叫 叫叫提筒跑路是吧 因为提个筒可以放好多东西 一定也挺方便 有在这个这边等车的了 在这个广场上等车 我不知道现在全国的天气啊 但是 广州今天天气 我们说 也还算可以吧 起码有点这个太阳啊 在冬天有点太阳呢 简直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 尤其在 在这个什么 广州这边晴天 感觉冬天还行啊 有时候到雨季确实也是 但是 能见到太阳不容易啊 他们有人说到那个什么时候啊 到 到那个过年时候啊 就 大家都得在二楼去排队啊 在这个地方排队进站 他现在看不到啊 没有想象中那么人多 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他都没到时间的原因 这怎么有张票呀 看了一下应该是 不是他那个把这个票弄丢了 是那个31号的 那时候应该是出出站 说他不要这个票了 现在 现在直接刷身份证也可以进去了吧 没票也无所谓了好像 不像以前没有票的话 那你就没有办法去上车了 还有特点就是那边那个烂尾楼啊 基本上现在差不多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烂尾掉了 看了出来晒晒太阳 要不然都呆着发霉了 天闺倒了 太阳了 这个地方发霉了 我不尽并不虽然 在这个地方发霉了 我们一定要兼臣